第一个重要的想法 如果你会了这个想法 很多题目 很多事情就会可以改了一种新的方式思考 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叫做功能原理 就是做工与能量的关系 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转移的过程 所以做工的大小就是能量的变化 做多少工就是能量变化有多少 就是做工就是能量的变化 做工有所谓的正工跟复工 做正工就会让能量增加 做复工就会让能量减少 反过来说你看他的能量增加 就表示有人对他做正工 你看他能量减少就表示有人对他做复工 我们用财富跟内力做比喻 财富就是比如说金钱 钱比较多就能力比较强 可以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 所以当爸爸妈妈给你零用钱的时候 你的钱就增加 你的能量就增加 就表示父母亲对你做正工 让你的能量增加财富增加 然后有人给你借钱把你钱拿走了 你的钱就会减少 那你的能力就减少了 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去买更好的东西了 因为钱被拿走了 就表示你的能量损失 表示有人对你做复工 就表示朋友向你借钱是对你做复工 所以做正工财富增加 做复工财富减少 另外古侠小说里面 某个年轻人掉到山谷里 变一个老先生救起来 把他一甲子的功力都传给他 内力都传给他 他从此呢 跳的高跑的快 射的准 这个我把内力 我把内力传给你 我把内力传给你 就表示我对你做正工 让你的能力增加 能量增加 所以这样叫做做正工 那有人练吸心大法 扣住你的脉门 把你内力全部吸走 你的内力就少掉了 从此变成弱姬 肩富增飘手 不能提 就表示对你做复工 你的能力会减少 你的能量会减少 或者甚至你做内力会减少 所以就是用所谓的财富 跟内力的比喻 说对你做正工 对你做复工 你的能力 能量增加或者减少 所以工跟人的关系就是一个 做工的结果就是 能量交换的过程 那对他做正工 就增加能量对他做复工 就能量就会减少 那么做工的结果是能量的增减 而能量就可以视为他是否能够做工的能力 我有能量就表示我可以对外界做工 外界做工 我们这一局一个例子叫做挥动铁锤 把钉子打进去 当我挥动铁锤 我对铁锤做工 让铁锤具有一个动能 他有动能的时候就有做工的能力 就打到钉子 让钉子往下 钉下去就对钉子做工了 同时把能量传给了钉子 让他钉下去 然后摩擦生热 产生热能 所以所挥动铁锤 使铁锤动能增加 我对铁锤做工 他的能量增加 然后铁锤打到钉子 把钉打到木板里去 然后地上去 那时候铁锤做工 我有能量 我可以做工 我把能量传给钉子 或者是这里 我有一个重锤 有一个重锤 我用手拉它 我用手拉它 使它往上升 胃能增加 我的做工 增加了这个铁锤的胃能 我对它做正工 让它的胃能增加 放手掉下来 打个装子打进去 我说过打装机 所以这时候呢 这边铁锤做工 因为我有胃能 所以我有对外面做工的能力 然后我就把它打下去 对这个木桩呢 做工 然后打到铁锤里面去 把能量传给它 这就是我们的解释 叫做功能原理 很简单 就是做工的结果 就是我能量的变化 做工的结果 就是能量的变化 做工就是一个能量 转移的过程 就是功能原理 OK